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彩虹小厨 最近天气特别热 今天给大家做个解暑的小零食 特别简单 看一遍你也会毫不犹豫的做起来 这是我提前一碗泡好的红豆 再准备一根山药去皮切成小段 把两样食材同时放入到锅中蒸熟 水烧开后蒸15分钟就可以了 蒸熟后取出来 把红豆中多余的水分倒掉 放一旁冷却一会儿 在萨药中加入两勺白糖 白糖可以根据个人口味适量增减 用勺子压生泥 把红豆倒入到大一点的碗中 萨药泥有点少 倒入四量红豆就可以 再把萨药泥也倒进来 翻拌均匀 准备好月饼模具 在花纹处刷上一层熟油防粘 放入红豆塞药泥 没有模具的话这一步可以省略 直接用勺子做出自己喜欢的形状 然后放入到盘中压出花纹 由于萨药泥比较软 按压死要稍稍用力 使其成型 做好后在上面淋入些蜂蜜就可以开吃了 也可以放到冰箱中冷藏一小时 口感会更佳 红豆萨药糕就做好了 软糯香甜 天热就尝吃它吧 解暑又好吃 我家宝贝自己就吃了两块 如果你也喜欢就赶快试一下吧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